两个红毛的现实版一目花刀 这个家伙竟然蹭本天才的热度 敢挑战米兰 气势非常到位 这么远 命中三分 气势非常到位 还不让喊 你对着诚哥做这个姿势 诚哥也没说啥呀 我下次看着他我就死了 3比0张承宇领先 米兰还是突右侧 三步上篮 这下拿到一个罚球机会 一对一 罚球 一加一 罚中将执行第二次罚球 两罚全中 现在进攻方3比2领先 张承宇领先一分 防住 来吧 米兰 张承宇还是三分来投 这下投短 在两到三个回合下来之后 清晰地看到米兰是一直用突破 而张承宇是一直在用外线投篮 启动接变相 启动接变相 再对抗 再对抗 拦不住 旧翻规 我清晰地听到三脚肌和胸肌碰撞的声音 撞到胸肌疼 一加一 罚中 米兰也是非常的稳定 肯定要两罚全中 现在通过罚球 米兰拿到了一分领先 张承宇进攻 失去投篮的稳定 张承宇再中三分 这比赛有意思了 现在张承宇6比4反超 一边米兰现在进攻方 一边从来没有运动战进球 一边从来没有三分线以内的进球 都是运动战得分 现在米兰切球进攻落后两分 米兰漂亮的被转身 这两分该有了 6比6 两位势均力敌 各有各的进攻方式 各有各的武器 加油 而且张承宇也说了 之前刚刚打过一次 只输了一分 这一次 再中三分 9比6拿到赛点 张承宇三季穿星剑 让米兰现在心脏有点难受 你来 变相 这次选择走左边漂亮 打进 还送给张承宇一个反规 进了不罚了 三分老师不罚球 路人王 单挑规则当中 得分之后被犯规 正常记对方犯规 但不罚球 加油 赢了你就是第一个挑战成功的 来吧 加油 来吧 张承宇 你是不是第一个战胜 跑何关的球员 赢了你 时间足够 张承宇这次收球 三分 采盘事情没有问题 非常地紧张现在 张承宇要防下才有机会 米兰延续地提前变相 选择到内线杂 这下防守方 本归 这不能赢一个 要执行罚球 第一球发迹 9比9 现在10比9 张承宇有一个优先的机会 张承宇能不能率先拿到这两分 他其实是想去要到一个犯规 但是并没有如愿 裁判也没有表示 球权交换 最后一分钟时间 两人同一起跑线 几乎是米兰出起来 右侧一手大镜 恭喜米兰考核关再次获胜 也把至今的掌声送给张承宇 你表现得很棒了 也要再次感谢米兰 这次我们的赛道考核通道关闭 关于我们下个阶段的赛制 特别是复活 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我们请经理人和教练组 给出我们最后的一个解释 因为我们的就是 考核关在这一个海选的 这所有比赛里面 是战胜了他们的对手 所以呢考核关是 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海选的 就下一个就是晋级区 也就是说我们的9位考核关 他们会占据9个晋级名额 对 然后我们刚才就是 对阵的这些球队胜利的这些选手 也是同样进入了我们的下一轮的晋级 这些选手剩下我们还有8个球员的这个名额 会被我们就是教练跟经理人选出来 然后晋级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下一轮 在这个面对就是考核关的这个比赛之前呢 我们三个就是教练的这个预期 应该会有就是一部分人甚至一半的这个球员会挑战成功 但是就是结果跟我们的预期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呢我们现在三个教练就是决定 包括就是跟经理人我们就是商量完了以后决定 在这个候选的这些名单里面 重新挑出8个最有实力的8名球员 进入到这个复活名单里面来进行后面的这个比赛 这8个名额 以能力为主吧 打篮球主要是看实力嘛 捞人的那个环节主要是以遗憾输到比赛的球员里 能力再优的球员来先选 这8个名额 第一个是阿卜杜拉 张志远 张志远是我们一一开始最想选的人 也是我们势必要保保下的中锋大中锋 我们是中锋的其实一开始唯一人选是他 其实选他并不意外 我这任心是很平静的 我想他们选我是应该应该会选我的 凯乐 凯乐很值得他之前是说过 江宇凡 张秋夷 听不欢迎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很可爱 然后很有对人特点 打球上面呢也能顶替中锋的位置 我就是today的lucky boy 康康 斗铭亮 江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